下一段 阳门之戒夫史 失诚此汉 路而哭之哀 阳门是一个宋国的 一个城门的名字叫阳门 戒夫就是穿着假奏的武士 叫做戒夫 这就是武士 那么宋国的阳门 看守阳门的有一个武士 等于是现在来讲叫做 这个保安 过世了 失诚此汉 路而哭之哀 那么管这个城的人 这个义宅叫做子汉 这个子汉 知道下面有一个 他的管门的人死掉了 他就去给他吊伤 去吊伤的时候 还非常的哀气 等于是他表现得非常得体 能跟人之间总有一点情感 每天处处路路都看到他 他死了当然这种哀伤 是由中而来 对不对 靖人之沾宋者 反报于靖侯约 那这个时候 靖国本来想要在魔化 要攻打宋国 这个时候趁这个有伤事的时候 派了一个人来 名义上来吊伤 实际上是来打探军情 沾就是窥视 观察 调查 靖国人派来的那个调查 宋国的人 他就看了这样的一幕 反报于靖侯约 他就回过去 报告他的靖国的国君 说 阳门之借夫死 而子汉哭之哀 只是一个保安死掉而已 而他的地方父母官 竟然是这么样的由中的哀妻 而明月 百姓看到 地方父母官 这么样的爱他的百姓 也都非常的岳福 非常臣服 待不可罚 也说 他们上下一心 我看这个国家是不能罚的 当然这个后来靖国就没有罚宋 各位你看 救了宋国的一场灾难是谁 是子汉 各位对不对 那这个子汉是不是刻意表演 不是 就是说这个子汉 他是地方父母官 他平常出出路路 对 他对百姓也很敬重 他对这些国家的公务人员 也都非常敬重 出出路路 就常常看到这个借夫 这个借夫死了 他当然是 由中想到以前相处的一些画面 当然就不由自主就哭了 但是百姓有此可以知道说 这个地方父母官 对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那当百姓这样认为的时候 当国家有烂的时候 那他为你抛头如撒乐血 他是不会去逃善的 国家为什么会败 因为百姓不为你卖命 你就一定会败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等于是子汉 他平常都为人处事 就救了这个宋国 所以说这个 一个人如果自强不息的时候 别人不敢欺负你 孔子文之曰 善哉瞻国乎 说哎呀 这个 这个探视敌情的人 真的是很细心 那个善哉说 哎呀你真是很尽责 你很细心 这个晋国派来探视国情的人 施云 凡名有伤 扶扶就之 这个施云是这个 诗经的古风篇 那么 里面就有这么一句 说 举凡邻里有伤事的呢 那我都尽力去帮助他 这个原文本来是 是这样 就是有一对夫妻 他的先生令求新欢 把这个 把这个旧的老婆 给冷落 那这个被冷落的老婆 就写了 写了这一篇 说他刚来的时候 他为他的夫家怎么尽力 怎么样尽力呢 凡是邻家有伤事的 我都会去 都会去福福就之 我都会代表你 去给他们救助 我对你夫家这么的尽力 为什么你把我给冷落了 本来这个是讲这个意思 不过 现在孔子把中间这两句 把它用在国家上 就是说 作为地方父母官的人 只要是邻里里面有伤事呢 那我们都应该 要尽力的去帮助他 虽为敬而以 天下其俗人当之 为 为就是看小 看他无人 叫做为 虽然这个视察敌情的人 他说这个话 他只是说 敬国现在恐怕不适合伐宋 意思就是说 现在敬国恐怕敌不过宋 所以为敬 就是说看小敬 虽然这个 勘察地形的人说 现在敬国是打不过宋国的 不只是这样 天下其俗人当之 孔子说 如果能够上下一心 天下又有谁能够抵挡得了 这种上下一心的国家 他所说的不是说 谁能够抵挡宋国 各位毕竟宋国很小 只是说 上下如果真的能够一心 谁能抵挡 这种力量 将是非常可怕的 比如说以前的文王 文王的父亲的那一代 就是因为 有一个更强大野蛮的民族 一直欺负他 不断的欺凌他 后来 这个太王 就是文王的父亲 他就在想 别人只是要 要我的土地跟人民而已 那我一个人走 我的土地人民 这个土地归土地 人民就不用受伤了 他就跟 这个国家里面的骑劳 全部都讲好了 说我一个人走 你们在这里不会有事的 我如果在这里 因为他们是要赶走我 来夺我的王位而已 你们就危险 我就走了 他就走了 走了之后 百姓上下一心 全部拔成 家当全拿了 全跟着走了 你看 后来才有周家的天下 你看是不是 一个国家 如果上下一心 再怎么强大 你只要给我时间 他就能够无敌于天下 不是说说而已 事情就是这样 那我们这里就知道说 什么叫礼 这个礼发自内心 对于百姓的敬重 对于他的下面的一些职员官首 的一些敬重体恤 那种仁爱之心 这个言语于外 自自然而能够贯穿上下一心 这就是礼 下一段 鲁庄公之上 鲁庄公在位32年 然后过世 那么过世之后 他的太子叫做班 他就就即位 那几位之后不久 然后 这个国里面的人 又把这个班给杀了 杀了之后 立了他的 这个弟弟 义母的弟弟 立了就叫做敬公 立了敬公他才八岁 立了敬公之后 这个旁边的乱层又开始作乱 所以那时候 这个国家里面乱糟糟的 鲁庄公之上 这几个字就表示当时国家乱糟糟的 记账 而跌不入库门 记账 然后就赶着时间就把鲁庄公给账了 因为国家很乱很动荡 那当时这个敬公呢 当然就要代表国家的主人 虽然只有八岁啦 但是即位了嘛 因为你不即位国家更乱嘛 然后即位了之后呢 就送账到这个上山头 账了之后呢 就要赶快回来 回来的时候呢 他那些大臣 围在旁边的大臣就在想 即位一定就要坐稳位置 不能够还是在上市期间啦 所以呢 他们回来回到库门 库门就是鲁城门的最外门 回到要进城了的时候呢 跌不入库门 跌是什么呢 就是鲁庄公他身上的服饰 是用葛做的这个 葛做的这种跌 跌就是腰带跟围绕在这个帽子上 的这个商服啦 连腰带跟跌都拿掉 那表示商服通常拿掉了 所以跌不入库门 一进去就就是完全穿吉服 吉服就是平常的服 就是上朝堂的时候 一个国君该穿的服饰了 那就是很庄重了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一般来说 回去还要渔记 渔记之后还有竹窟 对不对 竹窟之后 还要多久才能够处服 所以他是有一定的 但是这个情况呢 是非常特殊 就是国家太乱了 那大家都基于那个 那个 那个国君的位置 都想夺权 所以现在鲁敏公 如果不表示的 非常庄重 已经即位了 坐稳了 那将使国家将非常危险 也因此呢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设计 那么鲁敏公他跌不入库门 所以从入了库门之后 他就不再穿校服了 士大夫 记竹窟 麻不入 那他下面的这些士大夫呢 等到回来的时候 有安神祭 安神祭之后的隔一天 就是竹窟 竹窟的那天开始呢 他们的身上 所佩戴的那个腰叠啊 手叠啊 他就说麻 这个麻也就是叠啦 麻所做的 那诸侯所做的不一样 是葛所做的 那他进入库门的时候 麻也不入 意思就是说 到竹窟这一天 所有的军也好 臣也好 全部都已经除伤了 都已经不再 不再像过去的那个制度啊 要到百日之后呢 才除伤的都没有了 那也就是说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啦 所以呢 制度就改了 后来 从这件事情之后 就变成制度越改越简略 越改越简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人们总是会去选择那种 比较不麻烦的办法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偷懒 那本来这个鲁炳宫这个情况 是因为特殊情况 所以必须这样 但是因为他这个一示范之后 以后的人 就变成国君 一回送葬出去 即位的人一回到城 在库门外 就把所有的伤服都脱了 他那时候就表示 他正正四事 每天正常的上朝四事了 就不一样了 然后所有的这些大夫啊 四啊 也是一样到了竹窟 那相差没几天啊 从葬到竹窟也不过五天而已 等于大夫跟四多手伤了五天 然后之后全部就除伤了 所以以前的人本来 本来是家里有伤势的话呢 一手就是三年 其实是二十五个月 后来也是因为 有很多特殊的情况之后呢 这个礼俗啊 越改就越简约 当然越改越简约 人们会更方便 这是一个 但是有另外一个呢 的缺点去产生了就是 那种圣中追远的那种心思 那种对于长上父母的感恩的心思 对祖先的缅怀的心思 他呢也相形啊 越来越担保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为什么总是 看着现在的社会乱象 总是遥想过去古代的美好的文化 希望复兴中华固有文化 为什么老是有这样的理想会被提出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深切的感觉 感觉到啦 礼越改越简单 而人心呢也越来越淡保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 在回想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古礼有时候弄得很复杂 很麻烦 但其实他却产生了很多 很抑郁深远的教育存在 他也改造了很多人的德性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理啊 下一段 孔子之故人曰原浪 故人就是老朋友啦 孔子有一个老朋友叫做原浪 其母死 孔子住之木果 那原浪的母亲死了啦 那因为孔夫子是他的老朋友嘛 所以就帮助他呢 去清理这个关果 怎样叫清理关果啦 各位 现在关果 我们现在市面上买来就好了 还是有什么好清理 不是啊 古代不是这样 古代是你有商事的时候啊 就开始要寻找这个 什么样的木头适合做官 什么样的木头适合做果 那商人会帮你做个大概 然后这个回来的时候 因为时间都很赶嘛 回来的时候 你要自己的人去磨光打光啊 可能用什么东西 用斧用刀再把它刮平一点啊 等等啊 因为现在不同啊 现在机器爆一下 不就光光平平的嘛 以前不是啊 一刀一斧去找的 那一刀一斧找的 总有坑坑坎坎的嘛 对不对 去整理叫做木啦 帮他整理 为什么要帮他整理 因为是老朋友嘛 孔夫子为什么不派弟子去 老朋友的事 就是要自己亲自去嘛 为什么原浪的朋友不做 因为原浪这个人 深净古怪 很少朋友啦 很少朋友 可是他又不是一个大坏蛋 所以呢 又是一个顾礼的人 所以孔子一直都也没有遗弃他啦 原浪登幕曰 久以余知不脱于阴也 这个原浪呢 死了母亲啦 然后呢 死了母亲不是要守伤吗 所以不能唱歌啊 他这个人啊 桂傲不逊 他就想说 人性自然就好 干嘛要守这个 他很想唱歌 他说哎 我好久没唱歌啦 说余知不脱于阴也 你很久没唱歌啦 所以呢 就登幕 踏在这个 木 木是棺果啊 就是要做果的那个木头 现在是他母亲还没放进去啊 然后呢 孔子正在帮他整修啊 他就一脚趟上去 然后在那边敲着棺木 咕咕咕作响嘛 然后拖这个棺木的木鱼声啊 像木鱼一样的声音嘛 他就准备唱歌 哎呀 这个手上这是难过啊 都没歌可唱啊 这个人可能是平常这个 这个放浪惯了啦 所以不唱歌难过 歌曰 梨手之斑然 直女手之卷然 他在 他唱着什么呢 他说梨手之斑然 他说你看那棺木的纹理啊 就像那个梨猫的头一样啊 那个纹理啊 哎呀很漂亮 这个在讲什么 各位我们如果看山木 山木如果剖开里面也有纹理啊 对不对 那纹理也是很漂亮 那能够做棺木的木头 也都是上等木头啦 纹理当然是很漂亮 他说哎呀你看那个棺木的纹理啊 就跟梨猫的头的纹理一样啊 很漂亮 直女手之卷然啊 因为那时候孔子不是 正在拿着刀拿着斧 在帮他修棺果吗 孔子是个读书人啊 那个手也很细啊 他说啊 哎呀孔子你那个拿着斧头的那个手啊 像女子的手一样 卷卷男那么样的柔韧啊 那个卷男柔韧啊 他竟然这样子来调侃这个孔子 其实不是调侃 他这个人就是解懊不信 他又想要包奖一下孔子 又想要调侃一下孔子 结果就变成这个掉掉啦 然后顺便把他的棺木也调侃进去 对于孔子这种手里的人来说啊 对于孔子这种仁慈心肠的人来说 莫大的恩人死了还敢唱歌 我来给你帮忙 你还调戏我的手 真的是 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夫子为福文也者 过之 这个时候孔子不冷听 不冷听 当做没听到一样就走过去 他本来在那边修呢 修一修 他一脚踏上了棺果 扣着棺木就开始唱歌 孔子本来在修棺木呢 当做没听到就走开了 实在是 踢了一肚子火啦 从者曰 只为可予以夫啊 跟着他去的弟子 当然 夫子都在那边修棺木呢 弟子当然是不能闲着啦 也帮忙修了啦 这是一定的啦 只是说为了表达老朋友的关心 夫子是一定会亲自去修的嘛 所以这个从者就跟孔子说啦 说 只为可予以夫 以就是停 他这么无礼 你不可以放弃这个朋友吗 不然我们今天放弃 我们不要帮他修了 可以吗 他说只为可予以夫 为什么一定要帮他修呢 哎呀 我感觉这个家伙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夫子曰 秋文之 亲者勿施其为亲也 故者勿施其为故也 这是孔夫子的内心 是怎么样想的 他说 我听古人说 亲者勿施其为亲 什么意思 他说 这个人如果是跟我有骨肉亲情的人 他虽然有所非礼 但是他非礼 也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大罪 只是小脾气小毛病 那我不能失去 他是我的亲属的为人之道 我还是要以 他是我的亲属 要好好的跟他和睦相处 委婉的相劝 故者勿施其为故也 说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老乡老朋友 虽然有一点非礼的言行 但是呢 我不能够失去对老朋友的道理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杀人放火 各位你要记得 他只是扣着棺木唱个歌 有罪吗 绝对不能说有罪 只是说 你妈妈躺在那里 你在旁边 你的朋友在帮你整理棺木 你竟然还要唱歌 原浪的意思就是说 我唱歌调侃一下心情 顺便让你们开心开心 你们都来帮我了 那我让这个气氛太沉闷也不好 那我来唱唱歌 其实原浪自己受不了 他这个人就是 只要不信惯了 让当惯了 拘束一下他都没办法 那当然对于 懂理的人这是失礼 不失礼是失礼 也不是杀人放火 你也不能说 法官你把他给抓去判刑 这个也没罪 各位对不对 你去讲给亲戚朋友听 人家只会笑一笑 呜着嘴笑 人家也不会说他错到哪里 对 顾者顾是其为顾也 这就是老乡 老乡 我们从好远好远的家乡 一同来到这 以前就是朋友 他就有一些小毛病 除了这些小毛病 但是平常为人处事 彼此还是照顾的 我不能说因为 现在我是你们的师父 然后我就看不起这个人 他就是我老乡 老乡像这种毛病的人 还很多 是不是有小毛病的人 我们都不跟他交往呢 我们跟他和平相处 而且要对他好好的教育 好 那这个就是孔子的人怀 这个人怀就是理 那当然原浪这样是非理 那孔子去照顾朋友 这个人亲戚朋友很少 那我们去帮他一下吧 帮他弄个像样的棺木吧 这个就是理 那么在论语的第八篇里面 也有一句话叫 故旧不宜 则名不偷 故旧不宜 就是 故者勿施其为故一样 老朋友 不因为一点点小缺失 还是一点点小毛病 还是说两句话 让我不开心 我就抛弃了这个人 在论语的第十八篇 也有这句话 说故旧无大顾 责不弃也 故旧老朋友 无大顾 不杀人放火的 那个大顾就是 忤逆叛逆之事 不孝之事 杀人之事 有这个大顾 还是背信之事 欺人 就是大顾 责不弃也 小毛病 各位你看原浪是不是小毛病 坦白讲他在乡林里面 他还算是一个开心果 然后他平常为人处事 他也从不欺负人的 那这种人我们怎么说 我跟他断交 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就是在他妈妈的 棺果旁边 敲敲棺木唱歌 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各位 这个就是人人的心量胸怀 各位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对家人 是不是苛责太多了 一点点小毛病 我们非常大声怒目相次 有没有 像这样的情况 都要改的 亲者勿事其为亲也 像我们小孩犯什么错 犯什么错 我自己小孩也常常犯错 犯的大家是火冒三丈 对不对 怒火中烧 但是我们转个脸 我们还是要搭在他的肩上 跟他讲两句亲切的话 这叫做亲者勿事其为亲 父子有亲母子有亲 对不对 好 这个 这就是理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